來酒樓喝茶 吃點心就吃得多了 蝦餃 燒賣 叉燒包 這些太普通了 這天就帶你來試試一些 在多倫多很少吃得到的經典懷舊點心 到底是甚麼 一起看吧 很難得可以請到多倫多著名的點心師傅 能哥幫我們示範一下 到底怎樣可以做一些美味的懷舊點心 我見到材料都齊齊了 能哥 你好 你好 今天會做甚麼點心 雞翟特 魚翅餃 鹹雪角 護角 牛肉燒米 燒米 另外魚翅餃呢 魚翅餃 因為很多魚翅不放進口 又咳了 沒有魚翅 我見你用真的魚翅 真魚翅 我們明瞞用真魚翅 我們將會將這幾款點心製作出來 我們先講一下雞翅 好嗎 能哥 我自己很喜歡吃雞翅 因為它的餡料很豐富 吃下去有些汁 到底怎樣才可以做到最美味 最汁的雞翅出來 你炸了腐皮 還有雞翅後 炸了它 浸了冬菇前後 魚肚 浸好它 最濃味 好了 包的時候有甚麼技巧要轉移呢 慢慢地要 因為腐皮炸了它 很容易爛 慢慢地要堅囊 這樣我們開始包 一堅囊都很多餡料 是啊 所以包的時候真的要很溫柔 那到時是否會再加一些醬汁 是 是 是 接近一些白醬汁 我們待會就期待完成品 好 下一樣能哥為我們製作的點心 就是平時都是很少見的 魚翅餃 我見有真的魚翅 這個餡料是否跟平時燒賣的餡料相同 不同的 有蝦有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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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一魚翅 對 我們會先拿一些魚翅 這樣就開始爆了 是否跟平時包餡料相同 不同的 不同 不同 不同的形狀是否跟平時都不同 對 即是闊眼狗 是否跟平時包餡料相同 蝦攪燒賣 每間酒樓都可以吃 那怎樣才能製作出色的燒賣 能哥有甚麼秘訣 一定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通常我們用豬腿肉和豬肉 跟蝦一起打 對答 即是只有豬肉都三款 對 豬腿肉 豬肉 肥豬肉 對 再加上蝦 對 現在我開始爆了 原來也有很多餡料 對 即是你看上去 不是很大顆 但原來用的餡料很多 因為很實 對 放進去的時候 蒸的時候有沒有說 火候要怎樣控制 要大火 要大火做 但它燒賣 我們是15分鐘會煮熟的 通常的黃色蝦燒賣 我就嫌它不夠特別 所以阿能哥就為我們準備 這個白皮 這個白皮 兼請牛肉 這個叫乾蒸牛肉燒賣 真的失傳了很久 對 通常我們這些牛肉 是給了一手切飯來做的 有陳皮 有香菌 這樣打 半蒸牛肉是這樣的 像馬太一樣的 好 那請教我們 我們先試飯這包 好了 幫你忙 是不是跟包香蝦的手法一樣 一樣 乾蒸牛肉燒賣 還原我們小時候吃的點心 是 剛才那些蒸的點心 其實我偷了絲 都可以試一下自己做 不過 接下來阿能哥為我們示範這兩樣 因為是炸物來的 在家裡很難自己炸 就是鹹水葛和護葛 對,我們這個護葛是用戶口 大油和蛋麵一起打 鹹水葛的皮呢? 鹹水葛是用糯米粉 用蛋麵和蛋油一起打 現在我們炸的護葛 阿倫哥很熟悉 你也不用每一塊要多少 大約會知道 大概放上手就知道 應該是多大多薄 要數我最期待的懷舊點心 一定是這個 有糯米有辣味有這個 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這是糯米包 有辣味有蝦米 有辣味有鹽西葱 一起炸 這是蠟肉 蠟腸粒 蝦米粒 蝦米粒 要倒上去 這是封口 接著口是向下的 跟燒賣不同 因為燒賣是開口向上 這個就是包到一個包型 蝦米粒 偷完絲 看完阿倫哥 教我們如何製作點心的秘訣 之後 蒸好炸好 我不客氣了 這個魚翅膠 就是期待已久 因為很少見到 用真魚翅去製作點心出來 滿滿的魚翅 另外我還想試一下雞翅 雞翅 因為雞翅也是非常難得 可以在多倫多吃到的 我看到湯汁也充滿著雞翅 而材料非常豐富 有雞肉 冬菇 魚肚 一口咬下去 自己一個吃沒有什麼味道 我找一位朋友出來 其實她是今次製作懷舊點心宴的Maggie Hello Maggie 你好 多謝你 還原這些經典的點心出來 其實你背後做了很多功夫 是的 我真的入廚房跟人哥一起包 一起去想有些什麼 我們的儀式回憶 乾蒸燒賣 魚翅餃 譬如 我們接下來有 糯米包 也會上桌 希望找回一些 我們遺忘了的味道 這次用很多生機去做出來的 總共有多少款點心 18款 我們就落腳做一些 我們真的在多倫多 基本上很少吃到的食物 也有很多師傅 也不願意再去做的 手工點心 那好吧 我就邀請你一齊 和我品嘗這些美味的點心 這麼難得吃到 我不客氣了 是的 崩潰 1 1